1492年,意大利老铁哥伦布从西班牙女王那里拿到了天使轮 这朵子是个地缘说的铁粉 他坚信只要一路向西 绝逼能找到大忽悠马可波罗嘴里的东方古国 带着给印度和中国的国书 哥伦布率领自己的船队浩浩荡荡的出发了 经历了几次大风大浪后 老哥这群人终于是到达了陆地 船上的人看着岛上一不避体的土著吼蛋 我们终于到印度了 这时候美洲土著开始骂你了 你才是印度人,你们全家都是印度人 但这帮蛮子不承认自己是印度人 哥伦布就把他们叫做印第安人 回去之后,哥伦布大肆吹嘘自己到了印度 这时候一个名叫阿美利哥的航海家站了出来 你们觉得根本不是印度 只是一片没有开肯的新大陆阿姨 虽然后面子的哥伦布死不承认 但欧洲人为了纪念阿美利哥 还是把这片新大陆命名为美洲 1620年,带英国内呢因为宗教问题分成了三派 势单力薄的清教徒被主流相声界当成了一类 正所谓呢,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出呀 处处不留爷,爷去岛上坐 一百多名的清教徒,夹着五月花后的小帆船就出海来 他们飘洋过海来到了美洲 是要为戴英帝国再拿一块殖民地呀 可惜这帮人呢高估了自己的生存能力 一个冬天过去了,一百多人冻死了一大半 剩下40多个也是穷途末路呀 得亏岛上的印第安人善良淳婆 不仅给吃给喝,还叫他们种植打猎 真所谓呀,滴水之恩当勇全相报 这帮清教徒的报恩方式呢有些别致 他们上演了一出农府雨舌 等他们缓过来之后,立马就给戴英发消息声 哲利人傻钱多虽利 戴英国王一听,BT炮都乐了出来了 五大郎出远门还有真好事啊 于是火急火燎的派出了殖民队 武器落后的原住民呢,哪里是殖民者的对手 结果当地的印第安人遭到了一轮又一轮的大屠杀 大屠杀过后,因属北美殖民地的本土的居民急剧减少 而移民来此的欧洲人却越来越多 为了掠夺更多的财富,也为了让生产力有所保障 这些丧心病狂的戴英殖民者 同欧洲其他殖民者一样,开始了罪恶的黑奴贸易 更反思的是,他们在做过这些事的同时 还在英国本土炫耀民主、平等和自由 到了18世纪中叶,戴英在北美的殖民地 已经扩大至了13个州 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200多万的肤色各异的英国人 然而就在戴英毫无下限的盘剥美洲的同时 法国人准备投减了 1759年,为了争夺世界霸主 跟戴英拉扯了两年的法国呢,准备破釜沉舟了 两个臭不要脸的在海上来了刺,鱼死网破 仗打到最后,法国虽然落入了下分 对面的戴英呢也是苟延惨喘了 眼看着军费高级,白金汉公里的乔治三世急得直跺脚呀 这时候一个鸡贼大臣出来献祭 对方,咱们咱北美还有块殖民丁呢 他们可从来没有交过钱 老乔治一听立马来的精神 去,跟北美那帮肚子划点缘 咱们跟压拼了 结果老乔治的圣职吓到美中 北美这帮肚子呢,立马急眼了 老子靠半使剥削的钱财 平上上脚抄定,一边玩去 消息传回代音 老乔治脸都气歪了 于是立马派出了800城管 打算震慑一下这帮奸商 最后呢,殖民商人跟800城管 在莱克星顿呢,这块地儿干了一仗 是称莱克星顿的枪杉 从此呢,美国开始闹独立了 可惜呀,法基那边也不瞻气 没几年呢,就被代音干趴了 打败了法国的代音呢 已经傲视群雄了 殖民地遍布全球呀 国土面积超过了3000万平方公里 真所谓,在代音的领土上 总有一个地方能够看到日头 所以它就要共设日不落地关 这种蓝星无敌孤独求败的姿态 不是你一个北美殖民地就可以抗衡的 此时呢,只剩下了一口气的法国看到机会 俗话说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鸡贼的法国得知美国闹独立 立马派兵支援北美 1776年,在法国的脚趾下 美太宗杰斐逊起草了独立宣言 万恶的美利坚诞生了 之后又经历了长达8年的独立战战 代音的米自禽呢,彻底换成了新挑战 此时的美国百费贷心 国土面积呢,依然只有80万平方公里 距离现在的930万平方公里 还有那么一点差距呀 真所谓实力不强,只能吃强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美国开启了猥琐发育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 统治了法国多个世纪的波旁王朝 图本瓦解 国王老卢伊也被拉到菜市口砍了头 眼看着老冤家就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了 旁边的代音坐不住了 这要是给压整成了 我们这米自禽的老乔治家的脸王的哥呀 于是代音联合其他的君主制国家 组成了反法同盟 是要跟法基那死磕到底 可惜拿破仑这小子实在是太厉害了 第一次反法战争呢,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随后代音又组织了第二次 第三次,第五次,第六次 就算我打不过你,反也要烦死你 没几年法基就被这种车轮战搞得国库空虚了 此时鸡贼的美国凑了上来 大哥最近张达的挺胸啊 钱责不责赦啊 如果钱不责赦,把你卑魅的殖民地买给我得了 法国人权衡壁裂,感觉这块地儿呢 迟早会被戴银抢走 不如换个现钱,还能赚个人钱啊 于是老美呢,便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 拿到了法国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折算下来的一平米还不到7块钱 赫港的人民听完的直呼逆行啊 所以说论鸡贼还得是美国人的 犹太人都得靠边站呢 干完这一票呢,趁火打劫的买卖 老美又盯上了旁边西班牙的殖民地 1797年,戴英拉起了反法同盟 被老拿打得死去活来啊 本来不可一世的西班牙成了同盟里 第一个灭国的倒霉蛋 此时的墨西哥呢,还属于西班牙的殖民地 老墨一听呢,尊主国个批了 咱们还叫个什么劲啊 直接独立就完了 他们一独立,老美可乐坏了 你这是在挑战我的道德底线呀 西班牙都灭国了,我还怕个哒啊 于是就开始对墨西哥的德克萨斯下黑手了 不过老美还是要脸的 毕竟师出无名,容易招喷呢 思来想去啊,老美整出这么一个损招 他先派了一大批的人涌入德克萨斯 这把美国人站稳脚跟后呢 立刻宣布我们要独立,我们要加入美国 背后的老美则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呢 疯狂鼓掌 墨西哥政府一看 你小子是西门庆给王婆送瓜 没安好心的 老子要是不把你打出屎来 老子就不信墨尔 墨西哥一宣战呢 老美可激动坏了 你打不撒 你打不撒 1846年,美墨战争魔法 标匪体壮的美国大兵 犹如猛兽出拢 一路打到了他们的首都墨西哥城 眼看着自己就要陪尊主国灰飞烟灭了 墨西哥出来和谈了 最终美国从墨西哥那里拿到了包括 德克萨斯、新墨西哥 以及加利福尼亚等地的 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彻底坐实了美洲扛霸子的地位 一下子变成了爆发货 美庄宗林肯的可激动坏了 然而更让他激动的还在后头 1853年 沙俄政府呢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元气大伤 老沙皇穷的都快要荡裤子了 作为曾经的亚欧霸主 沙俄的土地呢 可谓是幅员辽阔 而且大多呢 都是鸟不拉屎的布毛之地 所以亚历山大二世 决定卖地回血 他准备出售的是 位于北美最西北的阿拉斯加 这块飞地呢 就是毛子在18世纪捡来的 上面除了冰山就是血缘 那环境恶劣的 背叶上去都胆颤的 一般人还真的对这地方没兴趣 好死不死的 老沙皇呢 大听到美国这个冤大头 正在疯狂拿地 为了能让老美上钩 扎河政府呢 通过大撒币的方式 买通了几个美国议员 经过这几个无间道的一阵游说 老美最终以720万美元的价钱呢 买下了整个阿拉斯加 合4块钱一平方公里 卫生纸都比他值钱呢 可惜老沙皇呢 到死都不会想到 后来老美在这片土地上 探测出了近6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总价值超过2万亿美元 经过这么一番坑门拐骗 老美才整来了 93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国旗上的星星都快撑不下了 除了在土地上的疯狂扩张 老美还深暗广急粮缓撑亡的经营之道 到20世纪初 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的美国 经济总量呢 已经成了世界第一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欧洲那帮独子打了个天翻地覆 只有老美稳坐钓鱼台 不空的还向战争双方 提供各种物资和贷款 眼看着德国佬占了上份 鸡贼的美国人立马加入了协约馆 因为德国一旦胜利 那么借给英法的贷款肯定打水漂了 就这样在老美的驾驶下 德国佬投降了 战后美国成为了欧洲各国最大债主 拥有了超过40亿美元的债权 紧接着时间来到澳战 一开始呢 小胡子从老美那里 拿到很多先进的技术和贷款 这才有了获获全世界的勇气 而且老美呢 还向小日本提供了钢材和石油 要不是账打到一半 美国切断了对日本的石油供给 小日子才不会傻到去轰炸珍珠港呢 当然了 同母国也没少给老美撒币 这种左右焚园的买卖 实属小母牛啃干着 两头齿了 就这样啊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欧洲那帮贵族老爷们 彻底被大卸菜了 由于两边手里都攥着美国的国债 美元呢 自然成为了世界货币 等收拾完苏联这个庞然大物 老美自然成为了世界霸主